肝脏素有人体将决支撑,它是人体最大的排毒器官,肝脏健康,身体各个循环才能正常运转。 但是因为肝脏没有末梢神经,所以它又是一个哑巴器官,要判断老子是否健康,就要知道肝脏会给身体发出的信号。 一生提醒,白病从肝起,身体没有六种表现,恭喜你,肝很健康,表现一,尿黄如差,除了早上的第一次尿液会很黄,其他时间的尿液颜色正常来说,应该是淡黄色的。 但是如果肝脏异常的人,会影响到肝酷素的代谢,使肝酷素进入血液的量增多,这样一来,尿液的颜色自然会黄一些。 当然,这种情况不能够一概而论,如果说最近有上火,或者是服用了B组维生素的情况下,也会引起尿液变黄。 如果不是一生情况,尿液变黄就要小心了。 尿液二,容易疲倦,大不起精神,身体健康的人,在晚上睡了一觉之后,早上起来应该是精神百倍,非常有活力。 但是如果出现早上起来就昏昏欲睡,整个人没有精神的情况,那么很可能是肝脏已经出现问题了。 因为肝脏受损的情况下,会导致身体容易疲累,没有精神,也可能会出现湿瘦的情况。 尿液三,口干,口苦,口臭,牙肉不健康,或者是不注意口腔内声等等,都会引起口臭的。 不过,肝脏受损的情况下,口臭会比较严重,因为肝脏出现异常,会使血液中的鸟素胆和氨含量会增加。 在呼吸的时候,氨排出一部分,就会出现腹臭味。 而如果是肝刷结的话,则可能会出现排泄物臭味。 表现四,脸上出现肝块,中医上讲,肝脏血。 肝脏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清洁血液,排出血液中的垃圾的作用。 如果肝脏出现问题,或是气血得不到温暖,血液中的气也就生发不出来,就会像下血,凝结成淤血。 而出现雷血的女性,大多数是皮肤粗糙,脸色较灰暗的,色素容易沉沉,久而久之形成肝斑。 表现五,牙龈出血,在早上刷牙,或者是吃了比较硬的东西的时候,肝脏不好的人往往就会出现牙龈出血。 就在肝病病人中很普遍,因为一旦肝脏受损,那么肝脏产生凝血因子的功能就会下降。 所以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。 表现六,下肢水肿,下肢水肿是中多疾病会出现的表现之一。 而在肝脏受损的情况下,一般下肢水肿较为普遍的地方是脚踝水肿,没有以上六种表现时。 恭喜你肝脏很健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